好 来看的是涨个不停的 同州一命的全球物价 国际货币基金IMF预估 其实我们全世界84%的国家 今年的通膨会趋缓 但是大家无感 因为通膨趋缓就像美国 它的物价还是降不下来 华米一开始会看到 在波兰传统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四 那么应景的甜甜圈 每个人都要吃一口 但是价格贵了三成 而另外雀巢这个公司 去年才涨价8% 再度扛不住 成本压力已经宣布 今年还要继续再涨一波 2000个品类全涨 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已经破产了 但是星期四呢 它要再涨店价高达66% 美国最新出炉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上升0.7% 来到7个月的新高 因此大家想 是不是一定又会升息 而且不止一码 这些经济话题 好像我们每天都focus 但是每天focus 让大家感觉那种 全球民众 勒紧裤带过日子的强度 是越来越强 大批民众顶着低温 排着长长队伍 也要在肥胖星期四这天 吃上一口硬颈的甜甜圈 只是今年 波兰民众想在这传统节日 大吃庆祝 必须多掏点钱出来 因为原物料成本 又比一年前贵了两到三成 原物料上涨的冲击 让全球最大食品公司也难挡 雀巢集团周四公布全年净利 没能达到预期 便随即宣布新一波调涨售价的计划 将涵盖雀巢咖啡 巧克力等2000个品牌 尽管他们去年已经涨价8.2% 但人扛不住成本压力 因应物价飙涨 普特拉政府从房市下手 周四祭出一项特殊的方案 将提供更多民众负担得起的住房 普特拉总理宣布了 另一项重大政策 则是和外国人信息相关 李斯本将取消发放新的 俗称黄金签证的移民投资计划 以二指令当地人不满的炒房疑虑 从名车食品用品到房市万物皆长 但这凶猛的涨势 却没出现在周四的美国股市 三大指数全没重错超过1% 因为又有强劲的通膨数据出炉 包括关键的通膨指标 美国一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上升0.7% 不但超出预期 更创下7个月以来新高 上周初领失业金人数 也降到19万4千人 改写历史新低 种种因素持续加大 深邪阴霾 经济摇摇预阱的南亚国家 则饱受双重冲击 宣告国家破产的斯伊兰卡 去年已经将电费调装75% 是9年来首次 这周四又宣布涨价 幅度达到66% 这个海岛国家 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 IMF的纾困 不止电费一涨再涨 还同意加倍徵收 最高36%的所得税 让民众大喊吃不消 斯伊兰卡一月的通膨率 已经飙升到54% 深陷经济危机的 还有巴基斯坦 民众看紧荷包 从改变购物习惯着手 当前27%的高通膨 让部分向来只买西衣服 不穿的巴基斯坦人 也给到二手艺摊贩选购 甚至必须精打细算 IMF预估 多达84%的国家 会出现比去年低的通膨 全球民众苦撑 要度过这难熬的过渡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